大家好,歡迎收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印度這個國家的理解 都是從電影的角度 不管是Amir Khan所指導的幾部經典 像是《來自星星的傻瓜》 或是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甚至是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平民百萬富翁》 以及《我的名字叫可汗》等等 這幾部電影開啟了我們對於印度文化的興趣 但是對於印度的理解卻還是不夠完整 直到最近我們讀了一本書 叫做《用電影說印度》 作者和我們一樣也是一個重度的電影咖 但除此之外他還是一位特別熱愛印度文化的歷史老師 作者從電影裡融會貫通 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去說明他對於印度的觀點 今天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想要分享一些印度有趣的文化現象 看看是不是跟大家原本的印象是一樣的 在許多的電影裡我們看到印度傳統社會中 重男輕女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 女性常常被夫家認為是家中的勞動資產 而娘家在嫁女兒的時候也需要準備嫁妝 所以對一般貧困的家庭來說其實負擔是很大的 作者在書裡就提到 時常會在新聞裡看到有家庭安排女兒去嫁給一棵石頭或是一棵樹 就是因為無法負擔嫁妝 但是又擔心女兒沒有結婚會遭到社會的異樣眼光 而嫁妝的壓力 我們也曾經在《三個傻瓜》這部電影裡看到過 故事敘述三個好朋友一起求學的過程 三個主角裡有一位出生貧困的拉朱 他讀書的原因就是為了要出人頭地並且幫姊姊存下嫁妝 但是這樣的壓力卻對他的心靈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甚至還曾經讓他想要自殺 當然為了戲劇效果電影通常會誇大事實 可是這樣的思維的確是存在這個社會之中的 如果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有人問我們 印度的人都說哪一種語言 我們的回答一定是印度語 但事實上印度語 Hindi只是印度22種官方語言裡的其中一種 而且原來在印度的鈔票 除了印了國父甘地的頭像之外 還另外印了15種語言的寫法 也因為印度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 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家裡 也會遇見兩個不同地區的人 因為語言不通而無法溝通 此時英語反而成為了大部分人的共通語言 像我們在舊舊蔡英文裡面 就看到英語在印度的重要性 女主角Shashi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印度婦女 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做大家都愛吃的面球點心 可是家人卻不太認真看待她的專長 甚至還常常取笑她破到不行的爛英文 甚至會當面用英文聊天來嘲笑她 讓她很難過 Shashi在美國定居的姐姐因為要嫁女兒 就希望她能夠到美國去幫忙籌辦婚事 一個人來到美國的Shashi 因為受不了自己的英文一直被嘲笑 她偷偷瞞著大家到了一間英語補習班來上課 在這個過程裡她不只克服了自己的恐懼 也感受到了疼愛自己 帶給她的自信和快樂 原本以為自己的存在只是為了家人的她 雖然明白了家人對她很重要 但如果要真正的快樂 她必須先學會愛自己 而她也理解到 學習英語不再只是為了要能夠聽得懂家人在講什麼 其實也是懂得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更是為自己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我們曾經替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學著愛自己 你越愛自己就越不需要依賴別人 看了電影《美味情書》之後我們發現 便當外送對夢買的印度人來說 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因為龐大的需求而衍生成為一門 極為複雜但又精密的生意 每天大概有5000名叫做達巴瓦拉 專職送便當的人為夢買的白領階級 從家中快遞超過20萬個便當到他們的辦公室 而原來這項超過百年的便當運送系統 是源自於當年英國殖民時期 為了那些吃不慣當地食物的英國人而開始的一項服務 後來夢買人自己也因為不喜歡外食或為了要省錢 也開始習慣從餐廳或是幾江州的人 替自己準備新鮮的便當 再由達巴瓦拉專程送到自己的手中 我們在電影《美味情書》裡 就看到了這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運送過程了 男主角是一個喪偶多年又即將退休的會計師 平常他總是吃著難吃的外送便當 直到某一天中午他意外地吃到了一個被送錯地方 但是卻非常非常好吃的餐盒 而製作這個餐盒的 其實是一個不受到丈夫重視的年輕妻子 他原本希望能夠透過抓住丈夫的胃 進而拉回他的心 而兩個人就這樣展開了一段 透過美食還有書信交流的奇特感情 而透過這本書的說明我們才了解到 這個運送便當的精密流程 是用了許多的人手用大隊接力的方式 準時準確地送到客戶的手上 而這項服務的花費也遠比我們想像來的低 一個月大概只要台幣200元 你就可以每天享受到送到你手上的新鮮便當 後來哈佛大學還特地前來考察物流運送的準確度 是高達了99.99% 非常非常的驚人 這本書還分享了許多有趣的議題 像是印度人搖頭的習慣 或是用手抓飯的習俗 都在作者的介紹之下讓我們毛色鈍開 不只如此作者還搭配了很多優質的印度電影 讓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作品 更生動地去了解印度這個精彩的國家 如果你還想透過電影了解更多有關印度的一切的話 我們非常推薦這本書給大家喔 我們每週都會固定有新影片上線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就要記得訂閱 還要記得要按下小鈴鐺喔